在演艺圈中 艺人观影是很特殊的一位 他从小出身豪门不愁吃穿 是日盛金控的千金 在上流社会中打转 正是因为如此呢 下个月他将出书大爆豪门秘星 今天他参加了沈春华所主持的电视节目 坦言出书比拍戏还要累 帮了小麻花变 一身南洋风情装扮的艺人观影 参加沈春华主持的电视节目 大谈新书内容 一开场就说这阵子的压力真的很大 压力是一定会有的 我还跟公司开玩笑 说出一本书怎么比拍戏还辛苦 跟更累 身心灵都很多压力 强量出新书是因为要和大家分享 而不是追逐八卦 不过被问到有关于新书内所指 相念七年的门当户对对象 观影很低调不愿证明回应 你可能跟了一个 你很开心的这个人 交往的这个对象 跟他出现那个名字是不对的吗 其实我觉得 真正重要的是里面的故事 然后里面的人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秘密 观影说这个人是他永远心里的秘密 不愿意公开 另外他也提到自己的感情观 对于婚姻是很严肃看待的 我可能是在世俗的眼光是 适合年龄 可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还没有ready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 所以这是不能乱开玩笑 曾经拍过许多偶像剧的观影 导演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 用女流氓来形容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我想说什么千金大小姐 干嘛出来演戏啊 对讨厌死 适合她 她可以去演 那让别人看到不一样的观影 不是千金大小姐 她是女流氓 女什么 女流氓 对对对 女太媚 姐妹客人的观影 从出道时就因为显赫的家世背景 受到人注目 现在的她要转职成为作家 让大家透过书本的豪门故事 在虚假的世界中看到最真实的人性 这位新闻上半圈台北采访报道